沖繩返车团难 注石救美思 陈美思和朱维敏 星期日出发去日本沖繩 帮TVB生活台拍旅游节目 嫁到沖繩 停定下星期三才回庭 昨天提前回来 因为在当地炒车 不知道可以回来香港 这个旅程 全程有成年没有开车的美思 身兼主持和司机 拍到前日第三天外景 我们是落大 我们还去了一个好像深山 我们是上路上去的 连GCS都找不到 不停上去 不停上去 上了很久才上去 不停上去 下山 下山 不知是否太快 连着下山 就立刻流泪 但是流泪 车尾都已经平静了 所以我们立刻跌倒下 我觉得它多深 不知道 可能是有几百米的冷凍 然后我一路跌到 垃圾的玻璃 垃圾的整个都是玻璃 断绝了 然后我坐在旁边 整个是吊着了 因为我们也很难不思计 因为一棵树和一块石头 就在我们 它是刚刚我们滴下山 就是那棵树和一块石头 刚刚会一前一后 停下我们的车 如果不是的话 我想我们应该可以 之后幸好有两个日本人 发现它们 白车到很快到了 我最初可能是害怕 我以为我没事 出来的时候 医生问我 我说我没事 我没事 我好事 我今天现在 我们两个 开始越来越好 像机械 动不动 我看你 我都要整个身转 差点搞出人命 TVB都好识 由乐逸玲和曾省明 亲自出马 护送它们去医院 查多次 请不吝点赞